挫疮是一种常见的炎症性皮肤病,患者的主要表现为疼刺、修症、浓泡、脑肿、节节、增生及萎缩性斑痕等皮损。 多数挫疮患者在青春期之后,症状会有所缓解,并逐渐消失,但是患者的患处会流下萎缩或增生性斑痕,对患者的外观造成影响。 挫疮的起病原因主要与雄激素分泌增多,毛囊皮肢腺导管堵塞,皮肢分泌过多,细菊感染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。 另外,食用多糖多汁和辣类等刺激性饮食、遗传、内分泌障碍,免疫反应等致参与挫疮的整个发病过程。 而且这些因素协同发挥作用,便会加重挫疮的发生。 轻度挫疮一般单用或联合应用外用药物,可有效炎症性皮损。 中到重度挫疮可以应用不同种类的外用药物,同时联合口服药物,有利于维持,并且预防复发。 一锅氧化本甲鲜,锅氧本甲鲜是一种有剂氧化物,具有抗盐、溶解粉刺效果,达到改善炎性和肺炎性皮损的作用。 轻、中毒面部挫疮患者单一使用瓢疾有明显效果。 对于中,重度挫疮,可应用铺与维甲酸类或抗生素复合之一二者联用。 由于铺有局部刺激性,一般使用2.5%或5.0低浓度的脾壳减少副作用的发生。 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皮肤清类刺激性,但耐受性好,坚持使用患者可以适应,刺激性会消失。 而维A酸,局部卖用维A酸可以消除皮脂腺的堵塞,同时减少挫疮丙酸感菌的数量。 高剂量的维A酸效果优于低剂量,但局部刺激反应更强烈。 坚持应用皮肤难受后刺激反应可以减轻或者消退。 挫疮的恢复器可以用维甲酸的外用致剂维持。 减少挫疮的复发,维甲酸类药物有致剂作用。 所有维甲酸类药物禁止应用于孕妇,预理女性在挫疮的过程中必须询问,是否认升级静期是否有生育要求。 熟悉应用此类药物必须采取有效的避孕措施。 此外,维A酸类药物可以诱到敏感型皮肤对子外线的敏感性增加。 常用维A酸类药物有阿达帕连凝胶,塔加罗金凝胶的。 初步使用维A,从二到三周部分患者粉刺会突然增多。 坚持使用三到四个月,患者耐受后病情会初步改善。 第三大维A酸类药物是挫疮的一线药物,刺激性小,浓度低。 适用于循常型挫疮,维A酸类药物有光明性。 一般建议夜间使用,若白天使用需注意防晒,但应用于一物遮盖部位,白天一刻使用。 三抗生素,局部抗生素直接左右,于挫疮丙酸感菌,并降低炎症而起效。 克林梅腐磷酸盐凝胶浓度1.2%可以挫疮,银河应用为甲酸类药物或补复合制剂临床应用效果明显。 常用可以刹灭挫疮丙酸感菌,其副作用去产生耐压,皮肤刺激。 外用夫妻第三乳膏也可以挫疮,可以消除细菌所致的炎症反应,同时能直接刹灭细菌。 对挫疮的各种批损有较好疗效,四水羊酸,水羊酸前置性强,及右脚质松解作用,可以顺利地渗入到毛囊皮支线导管部位发挥作用。 绿梅素联合水羊酸支撑丁剂挫疮效果肯定,但局部刺激性较强,可以出现局部红斑,拖鞋及削折杆,使用时注意用量及用药次数,可以避免以上副作用的发生。 五人二酸,人二酸能促进表皮正常狡化,具有抗菌、抗炎作用。 目前市面上未20%的人二酸属高和凝胶,人二酸属于二线挫疮药物,却合用于清道中度挫疮,有点为没有光明性副作用,且能帮助减轻炎症后色素沉着。 五人二酸,对皮肤刺激较小,请消较慢,持续使用半年来维持效果。 六,硫磺制剂。 硫磺制剂有脚质剥脱的作用,还有减少皮质的作用,同时可以抑制和杀灭细菌,但有臭味和一定的皮肤刺激性。 患者不能耐受,使应用受到限制。 其激素,严重挫疮可造成结结、斑痕和脑肿,只有出现这些情况,才会应用激素类药物。 用醋酸许安耐的混旋液加利多卡因注射液脑中内或斑痕结内注射,可获得较好的效果。 部分严重患者也可以小剂量口服,但症状改善后逐渐减量至停胶。 八外用中药,常用的外用中药有芦荟,酱甘菊,葡萄丝,山间车花,玫瑰,当归,丁香等,芦荟富含甘坤甘,芦荟带黄素,安养生物,芦荟甘等。 六层细菌,促进窗口愈合,增强免疫力,镇静的作用。 每个盘方张醇,黄头,有积酸,柔椎等,可抑制细菌,改善微循环。 丁香菌则具有镇静,止痛质疑,抑制炎症反应等功效,清醒挫床疗效较好。 当归含有加丁肌分甲醇,本分,丁二酸,烟酸等二十余种无极元素,具有抗氧化,抗纤维化,增强免疫,扩张血管,清除自由基的作用。 可抑制老胺酸没有,抗炎乙菌,国内一些医疗单位用绿柳丁、绿酶素水阳酸丁、胺甲环酸等致剂局不外用于磋疮,临床效果较好。 水阳酸是一种抗炎剂和温和的角质波脱剂,能够抑制、皮剂的合成同时消除各种原因造成的皮脂腺堵塞。 绿柳丁对皮肤的刺激性较为A酸小,当与过氧化本价先和用时效果更佳。 以抗生素,抗生素口服通常用于严重的挫疮,尤其是发生部位广泛的挫疮,以及对外用效果,不明显和有斑痕形成的患者。 最常用的是四环素类,大环内阵类等,美满美素米诺环素,胃丝环素类药,具有先知性好,抗症能力强,疗效好,耐药性低等优点。 是目前首选药物,为降低挫疮症病酸感染的耐药风险。 抗生素的使用疗成尽可能降得最短,恰当的时间适用。 八周,如果发现不能进一步改善症状,使需立即停药。 如果抗生素使用超过两个月,在抗生素疗成之间,需要至少应用物。 七笔的一颗以降低皮肤中的耐药菌产生,而为甲酸,代表药物有益为A酸,用于寻常型搓疮,重型节节型,囊中型搓疮,每天0.5毫克每米, 连用四到八周,必可与抗生素联合应用。 主要副作用为致肌,损害肝功能,身高血脂或皮肤粘膜干燥的。 三考熊激素药物 一,口腹避孕药或安体疏通 口腹避孕药包括磁激素和孕激素的复方避孕药女性搓疮患者。 磁激素可以降低卵巢及肾脏生成熊激素,同时依治皮脂线的活动。 激素主要用于需要口腹避孕药的女性搓疮患者。 必须是轻,中度搓疮女性患者,同时和肺有皮肌溢出,多毛症及脱发症状。 罗内脂的抗熊激素作用也是如此。 二,西密提丁 临床用于胃及12指肠溃疮,上消化的出血等症。 今年来发现西密提丁还具有免疫调节,抗熊性激素等多种作用。 通过阻断二氧膏同于毛囊受体的结合意识皮脂线分泌,而发挥挫疮的作用。 三,达因-35 达因-35含醋酸滤酱甲锡运酮和缺磁醇,能减少皮脂分泌和毛囊导管小化物的堆积,从而发挥作用。 不良反应轻微,主要包括少量子宫出血,乳房胀痛,面部皮肤发红及上腹部不湿等。 不需要停药可逐渐耐受。 四,其他。 其他口服药有抗焦虑药,抗抑郁,肥杂体类抗炎药和鲜肌肌等,对于挫疮也有较好的效果。 五中医中药,中医认为挫疮是阴阳失调,胆气郁结,肺炎有硬素质。 中药有形气活血,凉血消肿,调整半腹平和,清热戒毒,通筋活络。 用石膏挡膜可以提高皮肤局部温度,有利于皮脂腺,汗腺的分泌,加速药物的吸收,促进皮肤新陈代谢。 中乘药有单身头,一清胶囊等,临床配合吸药或物理效果较满意,并且副作用上,一日接受。 一,果酸换肤,果酸对表皮的作用可以松解堆积。 在皮脂腺开口处的角质形成细胞,纠正毛脑上皮角化异常,使皮脂腺分泌物理排泄通畅,抑制粉刺形成,可激活角质形成细胞形成代谢。 更新或重建表皮,并促进黑素颗粒的排除,减轻色素沉着。 果酸对真皮的作用可以使胶原纤维,弹性纤维致密度增高,皮肤更加紧实,富有弹性,促进真皮释放出更多的透明质酸。 增强皮肤的保水能力,使皮肤柔润。 适合果酸患肤的皮肤问题包括,轻度锁疮,粉刺,毛孔酥胆,黄鹤白,毛周甲化症,皮肤垫粉量变性。 方法,果酸化学波脱数长用浓度为20%,35%,50%,70%,从低浓度开始,逐渐增加,内二到三周一次,周期为四到八次,可以粉刺挑至,光刺嫩肤联合。 效果更为理想。 原理,光敏剂可以被异常矫质细胞,毛毛,皮肢线吸收,经代谢成为原补零次,被光线激活可产生细胞毒性自由基合阳,进而破坏皮肢线,改变从窗柄酸感菌生存环境,来发挥杀菌和抑菌作用。 后的患者面部油脂含量明显减少,就和其对皮肢线的作用有关。 三,光动力疗法可导致皮肢线萎缩,PDT比单纯光疗疼痛明显。 红疤,肿胀,表皮剥脱和结痂等现象,光动力适合于重重度挫疮患者。 时间间隔被美气到14天一次,三次被医疗成,后续闭光48小时。 同时部位皮肤可能出现短时间红疤,脱线现象,应注意加强保湿,防晒。 三,强脉冲光。 IPO是一种慢肤技术,利用连续的强脉冲光子,在地能量密度下进行被波脱,高功率天灯为其光源,经滤过气山雪出连续波长的光530到1200纳米用于通过光热作用。 激活530释放出单态的氧离子,单态氧能有效杀死挫疮病酸感菌。 另外,光热作用促进了炎症的吸收,消退,减轻皮肤炎症,明显改善了一循环,从而发挥挫疮的作用。 强脉冲光是合于轻度挫疮,对于挫疮后遗留的红色,黑色痘印也有很好的效果。 同时,强脉冲光可有效减少皮肤注油,对于减少挫疮复发,缩小毛孔有效。 间隔,每3到4周一次,3到5次为医疗程,术后需注意皮肤保湿与防晒。 4,点阵激光,严重挫疮可造成结结核囊症,好症后通常医疗永久性斑痕,可表现外凹陷性或增生性斑痕。 4,点阵是光热主要通过激光照射,刺激胶原蛋白增生,修复皮肤的损伤,即在一定深度内均匀,的创建温热损伤区,继而引起一连串的皮肤生化反应,达到紧肤,嫩肤及改善斑痕的效果。 点阵激光中,重度凹陷性疮疮痕痕或轻度增生性斑痕患者,安全有效。 间隔,每2到3个月一次,疗程取决于斑痕严重程度,一般需要3到5次,后伤口3到5天不能沾水,可服用易用胶原蛋白负料或透明质酸负料,应注意加强防害。 点阵激光挫窗凹陷性斑痕三次前后对比,最后,挫窗患者急发生心理压力,产生焦虑及抑郁,因此患者需要树立信心,保持乐观心态,饮食方面采用粗心为饮食。 多喝水,保持大便通畅,避免食用甜食,辣味食品,油炸食品及酒类,多运动,保持充足的睡眠,皮肤护理方面,避免化妆,尤其避免油性大的化妆品,以免引起毛囊皮脂线口堵塞,可以使用弱酸性肥皂洗脸和温水洗脸,有利于去除油脂及污垢,保持毛孔通畅,从而达到去除炎症作用。 植物脂量避免挤压,防止炎症及搬痕的形成,也可以用一些面膜,如胶原蝎,胶原蝎的主要成分为胶原蛋白,可促进窗面表面愈合,具有抗感染,止血等作用。 胶原蝎可创造一个弱酸环境,有利于毛毛病损伤的修复,防血色素沉着,突来源网络,撰写,文本,申稿,和验链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去除了